美军出动里根号航母参加韩美联合军演 美美炒作山东舰飞行甲板上出现大批无人机 一侧称中国可能在海战中运用无人机风群作战 美美为何此时要炒作中国航母话题 今后如果使用无人机 一并的无差别的对各种目标发动攻击行动 实际上整个编队会面临一场空前的巨大威胁 这个状态下如果中国率先在风群作战 无人机作战方面取得重大进展 美国认为自己的差距又大了 很显然这也是放大中国军事威胁的另外一种说法和模式 中国海警舰艇编队在钓鱼岛领海巡航 日本又在岛礁问题上做小动作 再次提交申请要求将冲之鸟礁认定为岛屿 日本近日为何频繁与周边国家在岛礁问题上矛盾激化 日本近一时期经常谈到争议领土的问题 大的一个背景是日本认为 当前自己在美国的印太战略当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当美国关注亚太安全的时候 日本希望把自己的领土主权争议的问题 塞到这个所谓的安全议程当中 成为美国印太战略的一个部分 让美国更多地为日本站台 俄军在敖德萨附近击落了一架无军运输机 无军外籍军团进入北敦涅茨克地区作战 外媒称乌克兰总统与无军方之间有严重分歧 核物冲突会否因外籍军团加入而进一步升级呢 防武新观察特要专家为您深度解读 各位好 欢迎收看防武新观察 我是宁钊 近期美媒炒作称 山东舰的飞行甲板上出现大批无人机 美媒此时为什么要炒作中国航母的话题呢 具体内容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个观察短片 6月2号 美国动力网站炒作称 网络社交媒体上的照片显示 中国海军山东舰的飞行甲板上出现大批无人机 美媒还一测称 中国可能在海战中运用无人机封群作战 此外 据韩联社报道 韩美从2号起 在日本冲绳东南方向攻海上联合实施航母战斗群演习 美军出动里根号航母 这是韩美两国自2017年11月以来 再次动员核动力航母 实施双边联合军演 而就在6月5号 韩国军方称 朝鲜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不明弹道导弹 此外 近日 加拿大声称 自己的军机在空中执行任务期间 遭到了中国军机的干扰 加拿大军方声明称 加拿大的军舰和飞机在朝鲜半岛附近地区实施巡逻 以监督所谓联合国制裁朝鲜决议执行情况 对此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表示 加拿大军机加大对中方抵禁侦察并挑衅 危害中国国家安全 危及双方一线人员安全 中方对此表示坚决反对 针对加方挑衅行为和不友好不专业的操作 中国军队迅速采取了有理有力 安全专业的处置措施 并通过外交渠道向加方提出了严正交涉 中方敦促加方正式事态的严重性 严格约束一线部队 不得实施任何冒险挑衅行为 否则由此引发的一切严重后果 由加方承担 美美为何此时要炒作中国航母出现无人机群 美军核动力航母现身美韩军援 到底要封锁谁呢 防部新观察正在播出 欢迎两位 首先请教两位的观察 美美此时为什么要炒作 中国航母出现无人机群 这样的话题呢 杜先生 大惊小怪 担忧焦虑 苏女士 焦虑上升 严必撑航母 杜先生请 航空母舰包括其他的大型作战舰艇 使用无人机 美国做的应该是最高端 你想想它的STB 后来赶成了黄鲦鱼 它在空战加油方面 都有非常高的这种作战性能 但其他国家不能弄 比如中国航空母舰 一旦进行所谓的无人机实验 就是风群战术 一定要在海上再次放大 中国航空母舰无人机的威胁 的确目前海战正在发生重大变化 像以前那个比口径 比导弹数量 比鱼雷数量 比排水量 这几个已经不是 现在海战的核心要素 现在要从非对称 这几个重要的因素方面去衡量 到底作战能力发生了多大的变化 目前无人机 包括无人装备 在全球武器装备 包括作战格局中 占有特别重要的分量 三架无人机 美军已经具备了相对强的作战能力 但风群战术它真不行 而且美国已经把 现在的无人装备 制装装备 作为未来作战发展的核心与重点 像之前编队作战 然后进行各种攻击行动 打掉对方的舰载机 然后攻击对方的大型舰艇 这是主要环节 但今后如果使用无人机 一并地无差别地 对各种目标发动攻击行动 实际上整个编队 会面临一场空前的巨大威胁 很显然 这也是放大中国军事威胁的 另外一种说法和模式 所以可以看出 美国的零和博弈思维在作祟 宋教授您的观察 确实如刚才杜老师所说 当美国炒作中国航母 搭载无人机的时候 强调的是美国的军事优势 似乎又受到了挑战 展现出的是一种焦虑 近一时期 美国严必撑航母 不仅仅是指山东舰上 所搭载的无人机 那同样我们会看到 关于中国的第三艘航母 下水的问题 好像美国表现得 比中国还要着急 还要关注 有一种人家生孩子 外人非常的担心 这样的一种态势 其实反映出的是 当美国提到航母的时候 美国考虑到的是 军事战略方面的 对中国的所谓的 这种无限的压制 或者是说绝对的优势 以支撑美国霸权 为一个核心的目标 所以从这样的一种 所谓的关注 打引号的关注的背后 体现出美国大国竞争的用心 那我们就遇到 美国的核动力航母 是时隔四年 再次现身美韩军演 到底是想释放 怎样的信号呢 首先要标志着 美韩的军事关系 有了重大进步 很像之前不参加 现在时隔多年 又参加了联合演练 又说明强化与韩国 在海上的军事联系 是发展方向 特别是这次美国总统 拜登的亚特之行 韩国排第一 让韩国带了一个 巨大的军事高帽 如果能够出动重型航空母舰 进行各种联合训练 说明关系并不一般 所以这个点位 是对韩国的一种军事捆绑 另外通过与韩国 强化作战演练行动 也可以搅动半岛局势 美国认为半岛局势的 均衡与对等 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美国如果通过半岛问题 向亚太派遣更多的兵力装备 也需要一定的借口 除了大国竞争 还有半岛北部 比如核问题 导弹问题 如果把这些问题 一并放大为亚太地区的军事威胁 美国航空母舰 轰炸机 包括其他战略符号 在亚太的增兵 驻扎和实战训练 有了一个基本的理由 所以它现在 航空母舰与韩国的演练 大概并不是说 对韩国特别特别的重视 关键是要利用韩国 在整个半岛 乃至亚太局势中 起到一个搅动效果 那孙女士 昨天我们刚刚聊到说 美军机抵近 我东部沿海 进行抵近侦察 那么近期我们看到 加拿大又声称 自己的军机 在朝鲜半岛周边 执行军事任务的期间 遭到了中国军机的 所谓干扰 那美国及其盟友 为什么近期老是派出军机 搞抵近侦察呢 我们应该看到的是 加拿大刻意掩饰 几个更重要的问题 首先为什么 加拿大的军机 会出现在亚太地区 为什么不远万里 来飞到这个地区 来进行所谓的侦察 那对于朝鲜半岛 所谓的朝鲜方面 如何执行联合国安理会的 相关的制裁的方面 要这个进行所谓的监督 这样的一种说法呢 听起来是非常牵强的 那涉及到近期 朝鲜半岛的形势 本身就复杂敏感 那这样的一种 抵近的侦察 这样的一种大肆的观察 是不是会使 半岛局势紧张 这都是加拿大 必须要回答的问题 那另外呢 大家都知道 为什么中国的军机会应对 那恐怕呢 加拿大的军机 它在进行 所谓对朝鲜侦察的时候 目标不仅仅是朝鲜 而更多的会指向地区大国 尤其是中国 所以呢 中国的军机 为了保护我们的国家利益 为了针对这样的一种 肆意的抵近侦察 针对美国和西方国家 对中国的恶意 所以我们必须要表现出 我们有信心有能力 来保卫国家的安全利益 所以呢 要进行军机升空的应对 一些这个常规的操作 那最终呢 大家会观察到的是 为什么加拿大的军机 会到亚太地区 其实反映出的是 美国现在已经把北约 打造成一个 所谓的更合格的打手 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之下 美国认为北约更统一 更团结 那下一阶段 要使北约发挥更大的作用 不仅要在欧洲方向 应对俄罗斯 那同样也要在亚太方向 应对中国 所以这个时候呢 加拿大的军机 出现在朝鲜半岛 出现在东亚地区 某种程度呢 是美国在亚洲地区 放大北约信号的 一种必然的体现 那所有的这些问题 其实都指向的是 在地区安全的问题上 谁才是安全的保护者 谁才是这个安全的破坏者 其实大家呢 是一眼即明的 那杜先生 我们关注到这个 澳大利亚的军机 近日也在逼近岛礁 搞这个底进侦察 有什么目的 澳大利亚始终把自己 当成所谓域外国家 而且在南海 无论是水门舰艇 包括各种侦察行动 非常频繁 与美国在保持 高调的战略一致 现在看呢 如果把更多的军机 军舰在南海 进行所谓的自由航行 对美国也是一种配合 你想之前 无论是美国在南海的 各种军事演乱行动 包括在岛礁周边的 军事威胁行动 澳大利亚都是个帮凶 如果自己单打独斗 显示存在感 让自己的军机 包括军舰在南海 刷存在感 实际上呢 是对南海安全的 一种严重破坏 域外国家 在南海的活动越频繁 那表明呢 在整个地区内 搅动南海风云的能力 会更加强大 如果肆意地允许他这样做 那今后会更加变本加厉 我想今后呢 无论是他与韩国 包括日本 以及美国的联合演练行动 将会更加地频繁 而且和日本签订了 互惠准入协定之后 也不排除 那今后要从日本的某个基地 向东海 南海 包括其他海域派遣 各种侦察机 像之前他的P-3反潜机 曾经在日本基地起飞 然后在南海 包括台海周边 进行了各种巡航行动 我想如果澳大利亚 在南海周边 包括台海周边 进行各种所谓的侦察行动 实际上在显示自己的态度 与美国在奥库斯 黑三角的框架内 要保持与美国的一致 这样对中国周边的安全形势 是一种严重威胁 今日中国海警发布消息称 中国海警2301舰艇编队 在我钓鱼岛临海内巡航 防务新观察稍后继续 中国海警发布消息 2022年6月2号 中国海警2301舰艇编队 在我钓鱼岛临海内巡航 2022年5月14号 中国海警1302舰艇编队 也曾在我钓鱼岛临海内巡航 此外日媒4号炒作称 在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附近海域 发现中国科考船 日本外务省发布消息 声称中国可能在 位于石原岛以北 约73千米的东海海域处 进行海洋调查活动 就此日本通过外交渠道 对中方表示所谓抗议 此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汪文斌曾明确指出 中国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 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中方在有关海域开展活动 完全正当合法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 日本又开始在岛礁问题上 做起了小动作 根据媒体报道 近日日本政府 已经向联合国大陆架界线委员会 提交了冲之鸟礁以南大陆架延伸的申请 要求将冲之鸟礁认定为岛屿 从而获取70万平方公里管辖海域 日本近日为何频繁与周边国家 在岛礁问题上矛盾激化 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请要杜先生 我们看到近日中国海警发布消息称 中国海警2301舰艇编队 在我钓鱼岛领海内巡航 那您如何看待我们的海警舰艇 在钓鱼岛领海内加强这种巡航呢 首先是一种正常巡航 我的岛 我的海 想怎么走 怎么走 而且在巡航的次数 天数 以及力度方面在不断增加 那么这是主权尊严标志的 重要的显示 今后这种事情 包括这种巡航架次 将会形成常态化 第二它是一个预防性的巡航 目前的确日本很多所谓高级政客 在钓鱼岛包括台岛问题上 说三造四的话越来越多 而且在西南方向强化了 所谓的军事战略部署 直指两岛 今后钓鱼岛方向 也是与中国进行摩擦的一个点位 如果强化所谓海保厅的 这个巡航行动和执法行动 特别是强化海保厅 与日本海上作为对的联合行动 那么今后指挥环节全部打通 它对钓鱼岛的威胁 也将会进一步增加 而且美国目前也多方 介入到了钓鱼岛的所谓冲突 而且拜登也在讲 适合安保条约的某些条拐 也说明了今后 美国日本联合在钓鱼岛方面 挑动事端的能力 也在逐渐增加 所以在这个状态下 通过增加巡航的天数 巡航的航次 可以显示中国的能力 显示中国的决心 那么声称 在这个钓鱼岛附近海域 出现了中国科考船 日本此时为什么 又跳出来了呢 宋女士 那么涉及到中国的科考船 很明显日本认为 这是中方在钓鱼岛相关的海域 在钓鱼岛的相关的 领土主权的问题上 那中方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 在试图加强 对钓鱼岛相关海域 我们的开发 包括未来可能会 进一步地加强管控 配合着在钓鱼岛周边的 巡航的行动 对于日方来说 日方担心自己 进一步地处于劣势 那同时呢 为什么在近一时期 日本刻意地跳起来 也是借着个乌冲突之机 希望能释放出的信息 是所谓的领土问题 这样的一个复杂敏感的问题 不仅仅出现在所谓的欧洲 那还出现在 所谓的钓鱼岛地区 所以呢 对于日本的 这样的一种舆论上的设置 大家可以看出的是 借当前欧洲安全的动荡 来投射影射亚洲地区 希望通过这种方式 在日本所关注的 领土主权争议的问题上 为自己争取更多的曝光度 试图借相关的话题的炒作 对中方来进行施压 所以呢 在日方炒作的时候 我们很明显地看到的是 日本一直没有放弃 对钓鱼岛的争夺 也并没有更好地来延续 此前与中方达成的 通过一种降温的方式 双方通过谈判的方式 解决问题的思路 而仍然在尝试一些 自己的小心思 小酸疾 那日本近期 为什么老师在这个 岛礁问题上搞小动作呢 首先呢 说到日本近期时期 经常谈到争议领土的问题 大的一个背景是日本认为 当前呢 自己在美国的印太战略当中 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那当美国关注亚太安全的时候 日本呢 希望把自己的 领土主权争议的问题 塞到这个所谓的 安全议程当中 成为呢 美国印太战略的一个部分 让美国更多地为日本站台 进而呢 日本不管是与中国 还是与韩国 与自己的邻国 在进行争议领土的 相关的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 日本认为呢 自己有了更大的靠山 有了更具优势的一些地位 那另外呢 我们会看到 涉及到领土主权争议的问题 日本近期 其实在自卫队的建设方面 在与美国 在军事上的配合的方面 也是有一些动作的 其实如果我们理清 日本政府的一些思路 会看到呢 日本政府一直有一套逻辑 就是当自己的自卫队的力量 所谓的日本的军事正常化 在推动的过程当中 那么日本首先能够达到的 一个目标 就是在争议领土的问题上 日本手里有更多的排克打 有更多的所谓的强势 所以在现在呢 在美国推动印太战略 日本呢 在军事安全方面 变得更高调的时候 当然会首先直指 领土主权争议的问题 那同时我们关注到 近日日本媒体还炒作称 这个中国海军的 052D型导弹驱逐舰 厦门舰等四艘军舰 组成的这个舰艇编队 大岛附近海域 进入西太平洋进行训练 那请教杜先生 日本为什么此时这么关注 我们中国海军舰艇编队的动向 目前日本对于中国海军 穿越岛链的能力高度关注 与美国所谓的这种 岛链防御体系正在崩溃 那之前呢 有一个太平洋威慑计划 要与日本搞联合 在岛链上要进行攻势部署 但发现呢 这么多装备和能力释放之后 对中国海军的穿越行动 并没有起到太大作用 因为近些年我们回想 中国海军的穿越 大概有这项几点特别值得关注 第一是花式穿越 你看航母编队可以穿越 然后由厦门舰所构成的 驱护编队也可以进行穿越 在穿越的方案上 可以有多种方案可以去选项 所以现在已经把第一岛链 踩到了水下 另外呢 从穿越的实际上看是随时随地 既可以在燕美大岛穿越 公国海峡穿越 而且也可以在三八海峡穿越 就每一条所谓的大门 在中国海军面前 都没有任何的这种阻挡效果 所以之前呢 他想通过攻势啊 包括岛链之间的连接 让中国海空军 遭到某种形式的封锁 但现在看呢 封锁的效果并不好 尽管所谓西南战略 正在投入很多的资金 正在把美国海军陆战队纳入其中 但现在这条防线好像并不像 日本想象那样骨肉筋汤 反而像一条纸链和豆腐链 所以我们感觉呢 目前中国海军的穿越行动 包括空中配合的穿越行动 现在叫常态化 所以谁也无法阻挡中国 在西台地区各种远洋训练 和各种军事部署 总的判断呢 今后类似的话可能还会更多 但是要习以为常 因为周边肯定还会有 各种噪声和杂声 但是噪声和杂声的增加 有可能从另一个角度说明 中国海军的强大步伐 和发展的远景规划 日前波兰与乌克兰 在基辅举行政府间会谈 外媒报料称 针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与波兰进行的交易 乌克兰军方与总统之间 存在着严重分歧 我们来看短片 6月1号 波兰与乌克兰在基辅 举行政府间会谈 在会谈结束后的新闻发布会上 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称 两国签署了在各个政策领域 开展合作的八项备忘录 并表示这些文件 可能为新的波兰乌克兰条约的签署 铺平道路 不过据白俄罗斯国家通讯社 6月3号消息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有理由担心自己的军队 他与乌军方之间有严重分歧 以发生严重冲突对抗 卢卡申科重申了 他早些时候的说法 即波兰正在寻求 夺取乌克兰的部分地区 泽连斯基也正同波兰交易 而乌军方则可能斩首 包括泽连斯基在内的任何人 以防止这种情况发生 此外 俄罗斯国防部6月4号表示 俄军在黑海港口 奥德萨附近 击落了一架 再有武器弹药的 乌克兰军用运输机 同时俄罗斯导弹 还击中了乌克兰苏梅地区的 一个炮兵训练中心 在那里有外国教官在工作 俄方还声称 还摧毁了 奥德萨地区的 一个外国雇佣兵前哨基地 而根据多个乌克兰媒体 以及社交媒体账号的消息 乌军一支 由外籍人员组成的部队 6月3号从利西昌斯克出发 进入北顿涅茨克城区 据乌克兰方面的报道显示 这批外籍人员来自格鲁吉亚 澳大利亚 巴西 法国等地 据乌克兰真理报等媒体报道 乌控卢干斯克地区 军政当局负责人 谢尔盖盖代诚 在这批外籍部队的 作战协助下 乌克兰武装部队 已经夺回了北顿涅茨克 约20%的城区区域 乌军外籍军团 进入北顿涅茨克地区作战 恢复引发俄军更猛烈打击 乌总统泽连斯基 是否与乌军方爆发了严重分歧呢 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请要素女士 我们看到白俄罗斯总统 卢卡申克表示说 波兰当前正在计划着 夺取乌克兰的部分地区 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当前可能正在 同波兰进行交易 对此您怎么看 那为什么近一时期 卢卡申克格外地关注波兰 当然不仅仅是波兰和乌克兰之间的 在这种军事行动上的一些互动 更多的是我们会看到近一时期 波兰确实在北约的阵营当中 在反俄的态势上 可以说已经成为了一个极先锋 不管是针对乌克兰提供武器装备的问题 波兰已经所谓名列前茅 那另外还涉及到 对俄罗斯和白俄罗斯 进行制裁的问题上 大家会看到 欧盟的第六轮制裁 刚刚磕磕绊绊绊地通过 那波兰方面已经在推动 所谓第七轮的制裁 直指天然气供应 所以在波兰扮演 这样的一种角色的背景之下 白俄罗斯必须要考虑到的是 波兰除了加大反俄的力度 所谓的要保护自己的安全 有这样的一些立场的考虑之外 那是不是还有一些延伸的立场 甚至要把这个战火 进一步地蔓延到其他的国家 包括蔓延到白俄罗斯 这是白俄罗斯高度警惕的一个动向 那另外涉及到 波兰和乌克兰之间的关系 也并不仅仅是 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 当前白俄罗斯观察到的是 在西方内部 关于俄乌冲突如何结束的问题 是有一些所谓的说法的 甚至有一些说法认为 从乌克兰的角度来说 可能所谓的割地求和 要放弃一些领土 来换取最终的协议的达成 是西方正在考虑的一个选项 而如果达成这样的一个协议的话 从北约的角度来说 是不是要加大对乌克兰方面的投入 把北约的与俄罗斯之间的边界 进一步前推 把乌克兰真正用作一个 所谓的安全上的缓冲 也是在讨论的相关的议程 所以对于这一些议程 白俄罗斯方面的关注 某种程度也反映出的 是俄罗斯对于 现在局势发展的一些考虑 对于波兰所扮演的角色 它有多大程度会影响 未来局势的发展 尤其是北约的立场 那从白俄罗斯和俄罗斯的角度来说 也是希望看到更多的 这种负面的动向 来尽早做出准备 那我们看到现在这个卢卡申科 还声称说 泽连斯基与乌军方之间 存在着严重的分歧 那杜先生您觉得是哪些方面 导致这些分歧的产生呢 泽连斯基总统的夫人曾经说过 说关于重大决策问题 我的儿子就可以做出 合理的建议 很显然呢 在这方面有着轻视的这些态度 的确在很多方面 我们发现乌克兰军方 上下不一致的现象比较多 比如在亚素钢那场 到底是撤还是不撤 存在着巨大的问题 而且海军陆战旅的旅长 要求必须要撤离 如果不撤离 也会全军覆没 但是上风的指示是 要聚首亚素钢铁厂 而且造成了比较大的伤亡 最近在敦巴斯地区 温绕州在北敦建茨克 到底是攻还是手 是撤还是攻 存在着比较大的争议 目前看呢 在北敦建茨克 乌军并不占据优势 而且在组织各种攻势行动 一定会加大各种损失 如果向利西·昌斯克 进行撤离 中间由于有 北敦建茨克河流的地中阻挡 桥到底架还是不架 现在也存在着比较大的争议 如果向西进行撤离 现在也面临着比较大的选项 那现在看呢 无论是西方顾问 包括泽连斯基总统本人 以及呢 包括武汉军方 三方存在着很深的矛盾 那如果在作战方案上不一致 战略构想上不一致 势必在整个作战行动中 会造成更大的混乱 总之呢 这个现在卢海森科 对于内部的观察行动 有可能比我们要更加细致 也体会到了 在战场上的异常情况 那杜先生 我们看到现在有乌克兰媒体报道称 有外籍军团进入北顿涅茨克地区作战 您觉得这是否会引发 俄军更激烈的打击呢 现在俄军打击重点是两个 第一 西方援助的武器 第二就是雇佣兵 如果外籍军团进入到了 北顿涅茨克进行作战行动 它一定是攻击的重点 因为最近在基辅地区 罕见地发生了对修理厂的攻击 实际上呢就是要把东欧国家 向乌克兰提供的特殊二坦克 全部打掉 攻击的重点如果重新复制 在亚苏钢铁厂的作战行动 那么北顿涅茨克 雇佣兵的阵地包括作战空间 一定是俄军重点攻击的目标 通过这种打击行动 实际上是一种警告效应 雇佣兵尽管来 但是进入战场之后 不会有任何好的效果 而且背负之后 他并不享受战俘待遇 要被审判 如果把各种惨烈的后果 展示给格局社会 那些有意到乌克兰来淘金 或者是通过雇佣兵行动 来获取更大利益的人 就会望而却步 这里是防务新观察 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 也感谢您的收看 想要获取更多的军事新闻 欢迎您登陆中国军事网 或是关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国之声国防时空栏目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